TFBOYS 第一次看春晚 有印象当中看春晚 应该我每年都会看 每年都会看 那历年来看春晚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节目 那就是 舅舅伦哥哥的《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还有他和宋泽运老师唱的 还有他自己唱的《蓝亭序》 一个中国风的歌曲 给你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你们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在这个筹备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困难? 其实没有 但是我们每一次彩排都会很忐忑 因为春晚太多不定素了 所以我们就要全心投入其中 那第一次登上春晚 现在这个心情是怎么样的? 第一次登上春晚 现在还挺激动的 因为以前都是当观众的身份来看 那这个观众和真正登上春晚的舞台 你还觉得心理上有什么样的变化? 会有一种荣誉感吧 荣誉感是吧 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坐在电视机前 看你们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 那这个春晚结束之后 会不会直接回到家里 跟爸爸妈妈一起过年? 春节有什么样的安排? 嗯 爸爸妈妈其实都跟到北京来了 都在北京是吗? 对,我们表演完节目 应该就会去爸妈妈妈一起过年 那这一次春晚的表演 跟以往的表演 觉得方式或者形式上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一次是一个情景剧 画剧的形式 然后我们是作为影述人的角色 来进行表演的 嗯 那觉得这个表演的方式 会有些难度吗? 就是会需要穿插表演在里面 然后需要很快速的 因为我们是影述人嘛 所以就要引出这一个动画 然后接触下一个动画 就需要很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然后也面对下一个那个 那个 变化 那这个变化自己怎么样调整心理? 就是很多次彩排 然后一次一次慢慢调 那今年春晚的舞台上 有没有你们特别喜欢的节目啊? 或者你们喜欢的哥哥姐姐? 嗯 今年呢 每年都应该都是最后的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 是吗? 那好 最后再跟所有的爱奇艺的网友们 送下新年祝福吧 好 祝爱奇艺的网友们 新春快乐 猴年新大吉 爱奇艺 越想品质